这种人工采摘的榴莲啊 反而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树上采摘是泰国榴莲的采出方式 在榴莲七八分熟的时候就摘起来 轮动后运往世界各地 然后在当地催手再进行售卖 所以泰国榴莲普遍是气味不能 价格不贵 适合新手入门 而高级榴莲爱好者的天堂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榴莲严禁进人工采摘 必须等榴莲完全成熟后再来掉落 不需要人工催手 所以马来西亚榴莲会更香更甜也更贵 价格最贵的毛山王榴莲和黑色榴莲都产在马来西亚 当然泰国榴莲便宜 那只是相对来说 榴莲总体都很贵 毕竟是人家拿命换来的 大家且吃且珍惜